各位朋友,最新消息 澳洲的移民部长早前说了 有个专为香港人而设的一个Visa的安排 帮大家可以找到大家的出路 现在比较确实的资料出了笼 有几个Visa type,有三个我们可以讲讲的 一个是485,485就是Temporary Graduate 即是在澳洲读完书之后的毕业 你就可以有五年的时间留下 五年的时间留下在澳洲 另外那两个就是Temporary Skills Shortage 在那个地方很缺乏的工种 一个是482,一个是457 这三个Visa type 如果你已经逗留在澳洲 自动有五年的extension 而现在或者将来想申请这些Visa的香港人 亦都可以拥有得到这五年的extension 所以如果你是准备升学来澳洲 那你可以想想了 而资格方面 你要拿着特区护照 拿着特区护照 只是拿着BNO申请是不行的 记住,拿着特区护照申请 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 所以很多的申请都暂停了 如果你是身为父母 你的子女亦都是正值升学的阶段 那你都可以积极考虑一下 会不会是帮你的子女 送他们来澳洲这边读书 至于你不放心的话 你都可以申请一个叫做陪读的Visa 可以陪他们过来读 那当然不可以做事 但是你可以生活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 亦都是考虑移民 有外于一些环境 年纪等等 你不能够做到这个技术移民的话 不妨考虑一下投资移民 或者其他的途径 而至于投资移民 我自己本身都来了两三年 亦都是通过投资移民的方法 来到澳洲这边的 我自己亦都是无用顾问自己申请的 我亦都希望可以趁这个机会 分享我投资移民的过程 我的准备 怎样可以避开一些陷阱 会是减少被拒绝的机会 我会一步一步给多一些影片上来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知道多一些的话 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吗? 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多一些影片 也可以留言 问多一些关于你特别的问题 我会尽量去解答你的 好吗?OK?